這個input status就會是1 而不會是EOF 如果它輸入已經是檔案的最後面了 它就會是EOF 那以下這一邊這些事情就都不會做 所以剛剛不是有個是非題嗎 一個loop裡面它的 它每一行的是不是真的都會做 它不一定會做 如果這個條件不符合的話 這裡面就不會做這樣子 那只要你輸真的是一個數字 那這邊它就幫你把它加總起來這樣 所以譬如說就像這樣子 假設有一個檔案你不斷的讀取進來 它總共有三個數字 55、33、77 那麼在這個input status裡面它就會 你輸入55它這個就會是1 輸入33、77 等到77輸入完它後面接著就是一個 你讀進來的東西就是一個EOF的一個符號 這個壞了回圈就不會做了 它只會幫你加前面三個 輸入進來的一個總和這樣 所以這個你可以先放在心裡 等到之後我們交到檔案存取的時候 這個會再出現一次這樣子 這是檔案存取用的 所以這邊你可以先看一下就好 重點你可以先學這個 就是前面這個 哨兵的 你先確定好你的程式 使用者在輸入的時候 你可以讓它知道怎麼樣叫做 終止你的這個程式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你看一下就好 這個稍微 呃 關聯性沒有那麼強這樣 不過觀念是蠻像的 跟前面那個哨兵的那個 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 最後就5.7了 這個反倒還比較重要 這個比較重要這樣 跟剛剛那個end of file 那個來比 這個比較重要 5.7最後要講的是什麼呢 有時候我們的回圈呢 那個問題比較複雜 你用一層的回圈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譬如說如果我請大家幫我 我還是回到那個問題 請大家幫我產生一個表格 就是99乘法表的那個數字這樣 橫軸1到9 縱軸1到9 每個交叉點就是一個 它乘出來的一個數值 那你要怎麼做呢 好 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層的FOR圍圈 能夠做到 我個人在一開始想的時候 覺得好像不行 但有沒有可能 用一層的FOR圍圈 你可以幫我產生99乘法表的 那81個欄位的表格嗎 一層 可以回去想想看 但比較簡單的做法 我想一定是用兩層FOR圍圈這樣 就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回圈可以有多層的話 這個就叫做潮狀的一個回圈這樣子 這個潮狀這個字大家應該有看過 就是那個雀巢咖啡的英文 好像也是這一個 就是雀巢NEST 這樣潮狀這樣子 好 所以潮狀的這個loop呢 大部分應該說它基本上都會有兩層以上 有外層跟內層 外層跟內層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外層跟一個以上的內層這樣 稍微複雜一點這樣 所以它執行的方式是這樣子 外層回圈如果要執行的話 那麼它內層所有的回圈呢 都會跟著被執行這樣 有點像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兩層FOR圍圈 第一層是說九九層發表的X軸 第二層是它的Y軸 那你可能一開始就是說 FOR圍圈第一個我先算1 乘上1到9的 所以我的FOR圍圈的第一層就會說 那我就先從1開始算 但是第二層的FOR圍圈就讓它從1到9 分別算1乘1 1乘2 1乘3 一直乘到1乘9 接下來再變到 那外層的FOR圍圈再變到2 然後再繼續內層的一直從1到9 2乘1 2乘2乘9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用下面這個例子 可能大家會再看得更清楚一點這樣子 這個例子呢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倒是花了一點時間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 這個Ball的Ego是什麼這樣子 Ball的Ego 對 你蠻厲害的 我一開始在想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 凸鷹啊 這個它是在計算說 就是他們有一個學會這樣 好像就有沒有同學很喜歡賞鳥的 我是說真的賞鳥這樣子 真的賞鳥就是會拿那個大炮那種 放相機吧 然後就是可能放假的時候 都會去什麼烏山投水庫啊 振穩水庫啊 在很遠的地方去看 台灣還有哪些鳥類的物種這樣 這邊他看的是凸鷹 但是呢 這個程式他要叫他做什麼 就是他會學會有很多人 每個月都會去看 某個地區的凸鷹還剩幾支 那這個程式呢就要叫他說 誒 那我們就從觀察一年的結果 從一到十二月 讓這個使用者觀察完的使用者來輸入 這個月他看到幾支圖鷹這樣子 然後把它記錄起來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看到他用了兩層 4回圈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為什麼他要用兩層4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首先他的變數上就是說他有這樣子 然後就說第一個呢就是說 欸 月份 所以他第一個4回圈是在算 就是重複的 從一月開始算二月一直算到十二月 好像month等於一 一直小於等於number of months number of months就十二嘛 所以外層的4回圈會做十二次 一到十二這樣 但這個注意一下就是每一個外層的4回圈 他要做什麼呢 他去看說 每個他那個學會的人 每個月就會出去找 看有沒有凸音 一開始這個凸音的 看到的次數是0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叫那個 他們學會的人開始輸入 這個月你看到幾支凸音 壞兒回圈在這裡是要檢查 那個他輸入的數值是不是 輸入的數值有沒有不等於那一個 他的這個叫 就是哨兵的那個數值 哨兵的數值也許 我看一下這邊 嗯 看有沒有定義是多少 哎呦就0這樣 如果這個月 這個月他 他完全沒看到圖音 他就輸入一個0 那麼這個月就不算 不計算 只要他不等於這個哨兵的數值 他就開始計算 這個月到底有看到多少支圖音 所以你看到 如果輸入了不是0 那就看一下 那這個數值是不是一個正號數 因為搞不好有使用者不小心輸入一個負值 你不只沒看到圖音 你還看到負的圖音 負的個數圖音還蠻奇怪的 但使用者就是有可能會輸入一個負數進來 所以他就在這邊確定一下 那這個壞圖圖圈在這裡是確定那個輸入的資料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 他這個月沒有看到圖音 如果他有看到圖音 再幫他做一個檢查 這個個數到底看到個數有沒有是大於等於0 如果有我就把這個 這個月看到的這個圖音的量 把他做加總累加這樣子 如果沒有就印一個東西出來 就是說這個圖音的數量不可能是負數 他輸入錯了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重複做12次 所以剛剛我所講的這句話 這個有點長 在這裡來講的話就是這樣 外層的loop 內層的loop 外層的loop執行的時候 內層一定會執行這樣 所以外層這邊月份1到12次 1到12個月 第一月第二月到第12月這樣 每一個月他都去檢查 就叫使用者輸入 你這個月看到幾支圖音 如果你沒看到你就輸入0 那就不會做加總 如果你有看到 那你一定要輸入一個正數 他就會把他加起來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兩層的一個loop的一個應用這樣 外層算月份 裡面算輸入的資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資料 所以他就可以輸入像這邊這input data這樣 有些他有看到就是第一個 譬如說這個2就是第一月的時候要看到的 那你看到有時候他是輸入0的 就那個月他沒有沒有的部分這邊就會跳開了這樣子 所以他最後printf出外的數值 我會輸入這些數值 21430什麼120這樣子 譬如說這樣子我輸入一個結果 Month1月的時候我就輸入10支 2月的時候我看到了3支這樣子 但是3月的時候我沒看到我就寫一個0 這時候他就假設他輸入一個負號的一個數值 所以會出現這個warning這樣子 就說你輸入現在輸入一個-1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這個1月的時候 這個1月的時候他是這樣子輸入的 這數字是這樣子 1月的時候他的學會可能有 譬如說10個會員 應該這樣講 假設1 2 3 5 5個會員這樣 第一個會員看到2支 第二個會員看到1支 4支 3支 但最後一個人沒看到 或者是說這個資料中值了 所以1月的部分他總共就是看到這麼多支 他就把這些加總起來 2加1加4加3 總共應該是10支吧 2加1加4加3 他就會看到那1月就總共有10支 所以這邊你可以注意到 他輸入0就代表是一個 他這個月已經資料輸入完畢了 就大家可以後面的同學可能要看一下 講義的部分 或者是課本的部分這樣 那2月的部分呢就只有兩個人看到 第一個人看到1支 第二個人看到2支 然後就中止了 所以2月的看到的量就是1加2 總共3支 所以這邊Month2就是3支這樣 那這邊為什麼會出現這個-1呢 就是這邊有人輸入這個 他看到了5支4支 然後又輸入一個-1 這看到-1他可能手滑吧 不過鍵盤上好像不可能打成-1這樣子 -在哪裡 你知道鍵盤的負在哪裡 右上 1咧 左邊 或者是右下嘛 然後那個數字的那塊這樣子 所以 如果真的會輸成-1 應該是可能有點問題這樣子 應該不是手滑這樣子 所以 總之他如果有輸入-1 他就跟你說這個是Warning這樣 叫你重新輸入這樣 所以這個 只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2層的一個迴圈這樣子 第二個迴圈在檢查資料是不是正確的 第一個迴圈 計數這樣子 好 我們可以再來看另外一個這樣 這個就有點類似99層發表的一個應用這樣子 就說現在 這個有兩層的4迴圈 第一層的4迴圈 外面就是從1 然後一直做一直加1 一直小於4 也就是說外面那層會做3次 裡面這一層呢 從0呢 只要j等於0開始 只要他的數值小於這個i的數值 那他就把他印出來 所以譬如說像這樣子 i等於1的時候 外層那一層一定會做 所以他outer就是一開始是1 也就是說現在i是1 所以內層這個4迴圈呢 要看j的數值有沒有小於外層的數值 外層現在是1 所以j等於0他會做 但是j等於1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是小於1了 所以內層他就只會印呢 就是j等於0的時候 就是印等於0這樣 但是如果到了這個 外層是2的時候 就是2的時候 那裡面那一層呢 就是j小於i 他就會印0跟1的數值出來 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應用在99層發表 所以一開始這個1的時候 1當然就是1乘1而已 但如果是外層到了2的時候 你可以印2乘1啦 或者是2乘2等等的 就是算是另外一個應用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問大家 如果等一下會有個問題 先讓大家思考一下這樣 如果像這個例子來講 如果 這個就是這個例子好了 那總共 這個這兩層的4迴圈 總共會執行幾次這樣子 總共會執行幾次 也就是說這個內層的這個printf 這個inner你到底會看到幾次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一個99層發表 應該是會跑81次出來 但這個例子來講 他會跑幾次出來 等一下有個範例可以讓 應該說要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來 答案應該是多少這樣 1 2 3 4 5 6 6次 但如果這個不是4的話 那會是幾次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有時候你需要用到兩層的4迴圈 這邊你才可以把那個問題給解決掉這樣 我想到比較直接的應用就是99層發表這樣 也許有應該有很多不同的一個應用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有兩層的4迴圈 這個應用我們就叫做是潮狀 大家之後你可以在寫作業的時候 可以分析一下 我們要請大家寫的那個問題 需要用到兩層的4迴圈嗎 還是說是要一層4迴圈 搭配一個fire迴圈來檢查資料是不是對的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以後應該蠻多機會 我們要寫到兩層以上的迴圈 才能夠解決問題 問題比較複雜的時候這樣 好 最後一個我講這個5.8這一節這樣 5.8這一節其實就是最後一個觀念而已這樣 就是dofire的一個迴圈 個人覺得這個以後用到的機會很少 就我後來幾乎沒有用過 不過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dofire的迴圈只適用於一種情況 你只能在一種情況下才能夠用dofire dofire的意思就是做什麼 就是做這樣子 一定要先做一次 然後再去檢查做的結果 會不會OK 所以這邊有一個條件就是 這個loop一定至少要執行一次 你才可以用dofire這樣子的描述來寫 這樣 有前面的loop有可能 一開始他的條件就不符合 他就不會做了 可是這種形式的你一定要 他一定要先至少做一次 再去檢查那個答案是不是對的 如果你的應用 我們的應用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dofire來寫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範例 他的格式大概是這樣子 他一定要先抓一個資料數值 只要這個資料數值呢 不在我可以接受範圍 那我就請他再重新輸入 所以常見的這樣子的應用就是說 我請使用者輸入一筆資料 我要做防呆 這個使用者只要輸入的資料 不是我要的範圍 譬如說我會跟他講 現在請大家輸入1到10一個數字 但偏偏就有人給我來一個20 那我就要跟他講 你這個20是錯的 這個應用裡面 我一定要先叫大家 先給我一個數字 我才能夠幫你檢查 這個數字是不是我要的這個範圍 你一定要先做一次 我才可以幫你檢查 這個就叫做 毒壞的一個範例這樣子 好 所以譬如說像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下面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在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要請大家輸入那個 嗯 輸入 這應該是基礎偶數 不等於0 不等於0 輸入偶數 請大家輸入偶數給我 我輸入偶數之後 接下來我才可以做別的事情 但是我又怕大家給我的不是偶數 所以我就寫了這樣子一個程式 放在給大家的程式裡面這樣 我就會請大家 先做一個度這樣 這個度呢就是說 那我就請大家先給我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掃描進來 我並且檢查 這個你輸入的數字 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數字 如果是的話 status 這邊因為只輸入一個數字 它就會是1 所以 只要你的確輸入一個數字 但是 你輸入的如果不是對的 我就會叫你一直重做這樣子 有點像是如果給大家出一個作業 但是你的作業 你的作業答案都跟我想要的不一樣 我就叫你一直寫那個作業這樣 作業就叫你寫100次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看一下 這個number person2不等於0是什麼意思 意義是什麼 你把一個數字取mod2 然後它不等於0 那代表這個數字有什麼意思 它是個 奇數 對嗎 奇數mod2一定是多少 一個奇數mod2答案一定是多少 1嘛 有沒有人要跟我講別的答案 我很害怕 一個奇數mod2除以2的餘數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1嘛 就是這個不等於0 這樣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偶數 所以我會叫你先給我一個數字 然後我用YO來幫你檢查 你給我的數字是不是我想要的那個範圍 我的範圍現在就是偶數 如果你給我的偏偏是個奇數 我這個壞回圈就會繼續做這樣 我就跑回來 跟你說那你要再輸入一次 因為你的給我的數字不是我要的那個範圍這樣 所以通常他就是要來檢查說 通常他放在防呆這樣子的一個效果上面 請使用者給我個數字 然後我去幫你檢查這個數字是不是我要的 這很重要 這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如果使用者給你一個你不想要的數字 他可能會造成無窮迴圈這樣子 你的迴圈你很確定說在你要的那個 譬如說只要數字是偶數 一定不會有無窮迴圈 他一定會中止 但萬一使用者偏偏給你也是個奇數 有可能就會有無窮迴圈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麼防止使用者 就是 叫他不要給你這種奇怪的數字這樣 你就可以用這個都壞像這樣子的一個範例這樣 你甚至情緒壞一點也可以這樣 就是說如果他輸入這個東西 你就給他說笨蛋 或者是比較兇一點這樣 就說你怎麼會輸入這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DoFile的一個部分 這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有個註解 這是偶數的 你們現在寫作業有沒有記得加註解 就是要記得寫一下註解 應該註教會幫忙看一下就是註解的部分 最後一個這個部分 就是說有時候判斷市值如果太負責 這個蠻簡單的 有時候你要回圈判斷 就是要中止的條件太複雜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判斷的條件是 直接他的結果指定給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叫做奇標這樣 flag這樣 flag就是這個奇標這樣子 譬如說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範例這樣 譬如說這個範例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後面還有沒有 好 這範例是要請 也是要請使用者輸入一個數字給你這樣子 我用這個範例來跟大家講好 這個要請這個使用者呢 就是輸入一個10到20的一個數字給我 但是同時我又要防呆了 我要防止他輸入一個有奇怪字元的 或者是不在10到20之間的 譬如說他可能一開始給我輸入一個at20 那如果你的程式他你如果程式沒有檢查這件事情 你就讓他輸入at20 你的程式就會當掉 你可能程式就會壞掉這樣 所以萬一他輸入一個你不缺 你覺得不ok的數字你要怎麼跟他講 這是錯的 這個程式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會幫你檢查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數字前面有什麼特殊的符號 他會幫你把那個符號找出來 跟你說 你這個符號是無效的 所以你這個符號後面的數字 我都自動忽略掉 然後你要重新輸入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他輸入at20 或者是星號20 或者是金碳號20 只要是他的數字前面有那種奇怪的符號的 他就會回報出來到底他抓到什麼符號 然後後面的數字他就幫你省略掉 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 你輸入一個2 但是後面有符號而不是數字 譬如說這個2後面這個是O 這個是O 2O 他也會幫你找出來 那你這邊會有一個奇怪符號 所以我只抓這個奇怪符號前面的數字 那就代表是2 然後他就會去檢查 這個2有沒有在我要的這個範圍裡面 這樣子10到20 如果不在他就跟你說 這個也不在我的範圍裡面 你還是要重新輸入 除非你真的輸入一個介於10到20的數字 那這個資料才會被記錄起來 這樣大家聽得懂 這個程式的目的嗎 這個程式的目的就 就是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這樣 就是都是防呆的這樣子 就是說 怕使用者輸入一個 因為回圈最怕的就是 他會產生無窮回圈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確定說 你輸入的數字是這樣 搞不好你自己在寫自己的程式的時候 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避免你自己寫出一個無窮回圈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先讓大家看一下 先休息一下10分鐘好了 讓大家再恢復一下精神 等一下25分的時候回來 有興趣的同學你可以先看一下前面這個是怎麼做的這樣子 你可以看這個範例就課本上的這個範例一樣 好休息10分鐘 應該要持續再改進我的講話的起程狀況 但那種太大聲的我倒是覺得 好像真的會嚇到同學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要大聲有時候要那個 如果是這個原因我可以再繼續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邊可以 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不會睡著這樣子 好所以單元5的最後這個部分 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再講一次剛剛所講的那個功能這樣 他就是要能夠讓我們檢查 使用者輸入的這個數值 是不是在我要的範圍內 然後同時我還要去檢查 到底他有沒有輸入一個不是數字的一個字元 譬如說像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程式來講 你就會看到在這邊前面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先參考一下 我就講這邊的do跟while這個回圈這樣 實際上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他也是兩層的一個回圈 這邊do這裡有一層 然後這裡面的do又有另外一層這樣子 你可以看他的這個註解 可以大概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這樣 譬如說這個do這裡呢 他就是請他叫他輸入一個數字 這邊重點來了這樣 這個回圈裡面是可以再加if else的 所以有同學問說 可不可以在for回圈裡面再寫if else 是可以的 在do的回圈裡面也可以再多加if else的這個判斷這樣 所以他會請這個使用者先輸入一個數字這樣子 如果是輸入數字 他會分成兩種情況來判斷 譬如說第一種就是 他輸入的其實不是數字 譬如說有這個at 這個符號 他就會看到他輸入的並不是數字 那麼在這裡這個status 他就不會是1 而是會是一個 eof 或者是一個-1的一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他輸入的是前面後面有這個 at的這個東西的話 那麼這一段他就會跟你講說 你輸入的是一個 無效的一個位元 而且他會幫你把那個 無效位元給抓出來 就是用這個scanf 把他看到第一個數字 把他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待會把他印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像這樣子 就會印出前面的這個at出來 所以用這個方式你就可以檢查 他在數字之前有沒有 輸入一個特殊的一個字元 那如果是下面這一個呢 就是說 譬如說他是2 然後輸入一個o這樣 那至少他那個2會被存進來 但是那個o就會被省略掉這樣 因為他就不是數字這樣子 所以他會排除那個不是數字的份 留下那個2 2再過來判斷 他是不是在他要的這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要的是10到20 所以這樣子來說就是 這個2因為他不在10到20裡面 他這個else if就會去檢查 這個東西這樣子 如果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只要是不管你是有字元 或者是數字不在那個裡面 他最後這邊有個額外的do file 這個回圈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就把剩下的這個數字給省略掉 他就是一直做scanf 把他一直存進來 然後把這個 數字就這樣子存進來之後 就不做任何事了 就把省略掉這樣子 直到說這個skip 就是這個存進來的這個字元 他是換行符號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一直掃這個數字 一直掃到你已經按下enter 是那個換行符號 他就不會再繼續做了這樣 所以這邊倒是大家回去的時候 這邊我就不用 不要再講太多了這樣 就是大家回去 可以仔細看一下這個裡面這樣 可能在作業的部分 你也許會用得到這樣 他這邊的觀念就是說 他是個兩層的一個回圈 來檢查 通常這邊的範例 就是這個回圈 第二層回圈是來檢查 這個資料到底是不是有效的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剛剛同學問了一個 很好的問題這樣 就是說 wire寫這個error是什麼意思 wire寫這個error是什麼意思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wire error等於1的時候 他就會進來這裡繼續做 也就是說發現這個輸入的數值 有問題的時候 所以這邊 你這個wire裡面的判斷是 不見得要寫error等於等於1這樣子 簡單來說 你可以直接寫一個error 寫個error意思就是說 只要他是1 他就會繼續做這樣 如果他是0 他就不會做 也就是他是一個邏輯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方式這樣 就看他有沒有值 如果有值 這個error是有值 就是1嘛 沒有就是0這樣 他就會繼續一直做 把這個錯誤的訊息找出來 然後印出來給你看 要不然就是他就把這個 他就不會繼續做 他就會把這個數字給return回來 從這個function把return回去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function 然後這是get integer 也就是說他會去 叫使用者給他一個資料 然後去看說這個資料 有沒有特殊資源 有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他就只檢查這兩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想可能是在最後專題的時候 會請大家加入這個功能 你的專題的程式必須要能夠防呆 能夠檢查使用者輸入的數值 譬如說到時候我啦或是助教 如果你宣稱說你這個 專題輸入的數字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他的用途 回去的時候仔細看一下這個code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請大家再發問 再過來問我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部分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主要就是有講到說 有用哨兵符號來 決定這個loop要不要能夠繼續使用 譬如說如果他輸入一個-99 我就把這個loop給結尾 像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以及呢跟大家介紹有兩層的這種 多層的for回圈 或是wire回圈的一個 這個潮狀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是在這邊 所看到的一個部分 最後就是這個dowire的一個方法 這樣就說他通常用來幫我們檢查 輸入的資料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是的話他就存起來 不是的話他就一直持續的做 請這個使用者輸入資料的一個方式 這樣 所以大概交到的部分是這一些這樣 等一下有兩題 算是一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這邊教的三項內容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讓大家來試試看這樣 大概最後就只有兩題而已這樣子 以後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正在拍一些上課的影片 是拍成像電視節目的那個樣子 這樣還蠻特別的 Summary的部分 大家回去的時候看一下這些重點這樣子 就說loop到底是怎麼樣用的 由哪一常用的loop就這兩個 注意一下 你至少這兩個要學會這樣子 counter的有數字的或者是有條件的 你是要用wire回圈for回圈 還是dowire的一個回圈 如果你在程式裡面想要加入檢查資料是有效的 那你可能就要用到dowire的一個回圈 像是這個input validation這樣 validation就是有效性 檢查input是不是有效性的loop 那通常就是dowire的一個回圈 所以這邊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那你至少這兩個最基礎的 要用怎麼用wire回圈for回圈來寫 那應該要知道 如果有些題目可能需要用到兩層的 大家也可以鼓勵大家去做一下課本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安排一下時間去看一下課本裡面的一些題目 有些你就會理解到說 為什麼他一定要用到兩層來做 特別是講義有提到的範例 回去的時候也要再看一下這樣 那再說明一下這個作業的部分這樣 這個是作業5的部分是另外 就是月底的時候要教的 最近下禮拜要教的是作業4的部分 先釐清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大家會覺得說寫那個問題分析的時候 到底要寫結構圖好還是寫流程圖好 那麼我們可以統一規定一下 如果你已經寫了就寫了這樣 可以統一規定一下 那以後就是寫流程圖就好了這樣 因為實際上流程圖跟結構圖 應該是不太一樣 結構圖就是說 你這個程式裡面會有幾個 幾個區塊分成幾個部分來做 一個區塊應該就是一個方選這樣子 那實際上這些方選應該都會出現在流程圖裡面 因為問題分析是要請大家說這個問題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有個叫演算法的 就要請大家寫出 你可以用畫流程圖的方式 也就是它是一個步驟過程 input怎麼樣經過一些步驟變成output 照理來講那個input變成output的過程 一定會用到你所說的那些區塊這樣 所以我原本是說你就畫一個區塊圖說 你有哪些動作 然後流程圖就是說這些動作怎麼跟你的input 結合在一起產生output 如果大家會覺得這樣混淆的話 那你至少就是畫流程圖這樣子 讓助教可以看得出來 你input怎麼經過哪些步驟變成output的 畫圖的時候有一個東西倒是 一定要就是注意到這樣 就是要用什麼符號來畫 如果是動作要執行什麼程式 它一定是一個長方形這樣 如果是判斷 它一定是個零形 不會是其他的符號 有一個要請大家再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是資料 一個叫做紙片的符號 紙片符號有同學說 Word可以用 Word可以幫你產生那個符號 PowerPoint我猜應該也是可以這樣 另外一種方式就乾脆你就用手 用手畫用手寫再把它掃描起來這樣子 看你想要用哪種方式寫作業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那些紙片的符號 那你也可以用平行四邊形來做代替這樣子 但建議還是用紙片 因為我比較常看到的是紙片的符號這樣子 再注意一點 你要嘛就全部都用平行四邊形 要嘛就全部用用紙片 你不要有時候資料是紙片 有時候又是平行四邊形 這樣就很奇怪這樣 就選其中一種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樣 你可以只畫流程圖就好 結構圖就把它包含在 就不用畫了 就等於是在流程圖 就看得到那些區塊這樣子 然後 這一題啊 剛剛有同學說 這題是不是一定要用到回圈來做 這題看起來是一定要用到回圈來做 因為這個題題目有叫你要把 我輸入了任何一個數字的 每個位元都把它秀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輸入1543686個位數 有時候我可能輸入8個位數 你一定要用到回圈才可以把它一個一個取出來 只不過說有同學說 那如果要測試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能夠被9整除 那我不就直接除以9 mod9看餘數是不是等於0就好 這樣 為什麼一定要用到那麼複雜的 如果是這樣倒是有道理啊 不過因為這題是要讓大家練習做回圈嘛 所以大家也就練習一下 怎麼把這個演算法寫成程式 然後檢查它是不是9的倍數這樣子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你就不妨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練習寫回圈的一個題目 雖然寫程式來講你可以直接弄成9 這邊我其實可以跟大家講就是說 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做呢 就是以後如果你有 你有想要做那個IC的話 IC你直接把它除以9 那個面積會超大這樣子 就你寫一個除以9你出來的那個電路 搞不好以後我可能以前有跟大家提過 以後做一個IC那一顆大概要 我之前有跟你們講過嘛 好像是快要8到10萬這樣 如果你要再做大一點就要40萬這樣子 除非你真的想要花40萬做一顆IC 要不然除以9就是最暴力的做法 就是弄一個除法器出來 如果你是用它這個做法呢 你的電路可以變非常簡單 就是說因為我比較對電路比較稍微熟一點 這個做法在我來看 是為了做硬體用的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不妨就是依照這個做法來試試看 怎麼用回圈來做到 判斷一個數字是不是9 能不能被9整除 或者是找出來一個數字 兩個數字的最大公因數這樣子 所以後面有一些流程的介紹 看你這個回圈是要用一層呢 還是有可能要用到兩層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個部分 有任何其他的問題也可以再提出來這樣 稍微講一下第六章 不會講太多這樣 因為剩下的時間不多這樣 稍微看一下就好很快這樣 因為這個要講很久這樣子 所以先給大家一個 我先幫大家打一下預防針這樣子 就說到第五章呢 我們的算是好日子就算過完了這樣子 因為大家會覺得很難 大部分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不過我會想一些方式 讓大家盡量不要覺得很難這樣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樣 這張我們要教指標 跟怎麼用指標來讓 就是我們寫那個function的時候 可以讓它的功能更加強大這樣子 所以這point叫指標這樣子 通常大家會覺得程式很困難 就是弄不懂到底指標到底在做什麼這樣子 這邊我想要跟大家講一個動機這樣子 之前我們學到的function 這個是之前用的範例這樣 這個好像沒有在大家的講義裡面 是我後來加進去的 我想要先用這個跟大家講動機這樣 詳細怎麼做我們下禮拜再跟大家講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指標 之前我們學到這個function呢 如果我要傳一個值 就是我要用的話 大部分我就是把值丟給他 他就幫我做計算 譬如說他這個function 可以幫我算10的n次方 我就把n給他 他就幫我算出來了 這樣子 我就是給他那個數值 他就可以幫我算出來這樣 或者是我就是給他丟一個 像這個我給他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他就可以幫我算出 不只是10的n次方 也幫我把這個數字再乘上 另外一個數字叫x 所以這邊的重點 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所學到的function 都是他只會用我丟給他的值去做運算 這點大家認同嗎 我就丟值給那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就幫我算好再扔回來這樣 我就是跟他說那個值就好 但是有些情況下 我們的function需要更強大的功能是 我要丟一個東西給他 叫他幫我更改裡面的數字 譬如說我就丟三個數字給你 給那個function 然後他要幫我做排序 我丟這三個數字是number1 number2 number3這樣子 然後我丟給他之後他要幫我排好 number1一定是最小的 number3一定要是最大的 那我要怎麼做 如果我要寫這樣子的一個排序的 就是我有可能需要做排序這樣 之前我們所目前為止我們所學到的就是 那我就把值丟給你 你就會拿那個值去做運算 你不會改到那個值的內容 但是如果我現在給你的是 number1 number2 number3這樣 那我要叫你做排序 那你就需要去更改到他的內容 你必須確保說 number1一定是最小的 number3可能是最大的 我搞不好丟給你的數字是最糟的情況 我就丟751給你 那你就要幫我排成157再丟回來給我 那這樣我們怎麼利用之前所教到的function來做 你會發現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這樣子 這時候呢 我就需要用到指標了這樣子 為什麼這時候我要用到指標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樣就說 譬如說如果 就用圖書館的書的數量 圖書館的藏書的數量做個例子好了 就說你可能可以跟別的學校的人說 我們圖書館書很多 可能有一千萬本 然後說哇你們學校好厲害 那你們是不是用那個 花很多頂尖大學的錢來蓋圖書館等等的 這樣就我們的頂尖大學是怎麼頂尖這樣 所以對大部分應用來說 你只需要知道書的數量有多少就好 但如果現在呢 你現在是在圖書館打工的 打工讀生這樣 然後圖書館的人就會跟你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些書做排序 按照他的那個圖書編號來做排序 那你可能你就會覺得非常困擾這樣 因為你不只是要知道有幾本書 你還要知道他放在哪裡 然後重新幫他做排序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知道 他怎麼做排 要怎麼幫他做排序呢 你就要跟我講 每本書是放在圖書館的幾樓 的哪一個櫃子這樣子 剛我舉的例子就是像這樣子的應用 如果我現在這個Function 我不只是要給你數值 讓你幫我做運算而已 我還希望你幫我把這個數值呢 能夠做一些更動 譬如說做排序 那我就必須要跟你講 這個數值放在哪裡 你就可以去那個位置 把那個數值給改掉這樣子 這個就是指標的意思這樣 那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你可以先放在心裡 下禮拜我會再重講一次這樣 我們現在所寫的程式 他每一個數值 一定都是存在記憶體裡面 一定都存在記憶體裡面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要更改到 我給這個Function的數值的話 我只要給你這個數值 擺在記憶體的哪個位置 你就可以做了 有點像你就是去圖書館的那個幾樓 然後哪一個書櫃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書 然後你發現這個書不該放在這裡 你就可以把他擺到別的位置去 所以這個指標 這指標其實就是一個 程式裡面的數值 他放在記憶體的位置 他的目的就是如果我有需要改到這個數值的內容的話 我就必須給他這個位置 讓他去幫我做更改 所以這個是一個分界點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需要知道那個數值 我拿進來做一些運算就好 但是後面的 特別是以後你會發現你寫程式很長 是要拿來做資料的排序 你就會更改到我給你的數值的內容 那這時候我就要給你那些數值的 這個位置 也就是這個指標這樣子 這個大概下一次慢慢講這樣 雖然你會發現 這個課本蠻好的地方 是要把指標拆成一兩個章節來講 要不然通常就我來看 我的印象就是只要學完指標 一定大概超過一半的人就倒了 就是說根本不知道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子 他就指來指去的 這樣你就覺得指什麼指 這樣指標這樣子 那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指標就是存數值的位置 如果你需要改那個數值的內容 我就需要跟你講那個數值擺在哪裡 所以你就去那個地方 把那個內容給改掉這樣子 所以這個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來做介紹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這樣子